今天來到萬科城市的枝桿 想看完整項目視頻內容 記得收看我們V加大灣區筍本黃文道 加錢 加錢 又加錢 明明合約定好了 又要加錢 兩巴掌 當收行業就是這樣 水管現在不夠長 就再加一點 現在 看 浩珠 水泥沙又不夠 就再加一點 你又加了十幾個沙桌 一個就多夠水 就再加一點 這裡加一點 那裡加一點 加一下加一下 豈不是炸都沒得做 不要再駛於旺錢裝修了 關區裝修 首選V加 絕無隱藏收費 一次性解決所有裝修問題 香港專業團隊與客戶面對面溝通 國內專業設計師師工 監管團隊一站式服務 拒絕外包轉介 全程與業主回饋裝修進度 品牌裝修材質 綠色環保 安全放心 難關區裝修 首選V加 有V加 就有安樂的加 Yeah Hello 各位觀眾 今天又見到我們 穿了制服的 兩個帥哥管家王同事 一個是燕楼師神哥 一個是Feddy Feddy 說笑好不好 我們三陽何歲 三個都已經陽過了 今天是我們第一天開工 今天來到民眾的萬科城市之江 亦是我第一次來拍延楼收樓 我們剛才繞了圈看 其實它的圓林都做得不錯 還有那邊都會有一個比較標準的泳池 現在事不宜遲 我們上去看看單位 阿達仔 阿神哥 我們直接去單位看看好嗎 好 不過好像說這個單位 還未開通水電 是嗎 是 對的 如果有些需要水電檢查 那些現在不是檢查不到 我們下次來復驗的時候 會再檢查一遍 即下一次來復驗的時候 就會再檢查 到時水電就會開了 因為這邊要求的話 在收樓之後才可以開通水電 我們現在是第一次檢查 我們第二次檢查的時候 就會進行收樓 當時就會提前開口水電 就可以驗水電檢查 好 那麼阿神哥 你解釋一下這層樓 現在檢查完之後 我看到好像有很多空骨 對 空骨是比較多的 廚房這邊的話是沒什麼問題 廚房這邊沒什麼空骨 然後就是衛生間的空骨是比較多一點的 我們看一下衛生間 衛生間這邊的話空骨 這邊呢全是空骨的 哇這層樓全部空骨啊 對然後這邊也是全是空骨的 這邊上面也是 聲音很明顯了 這一定要換掉 時間長的是會掉下來的 是 然後裡面的衛生間裡面也是一樣的 空骨的還是比較多的 對啊都幾多空骨啊 對 這個面積已經達到了要全部重新做了 基本上是重新做的 其實這個是單位來的嘛 只有一個洗手間而已 兩個 那邊還有一個 這個還有一個嗎 那邊也是一樣的 空骨很多 所以如果要修的話 基本上是要鑽全部要重新翻新一下 是 這裏又是差不多全部空骨啊 對啊 都是空的 啊這一面這一面整個墻都是空的 哇 所以肯定要是重新改掉了 哇這兩個才可以重新做成功哦 對 然後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主要的問題就是這個 等電位 這邊的等電位不怎麼好看呢 是在這個下面已經被櫃子擋死了 這邊全部已經遮住了 然後我們看一下那邊的就知道了 等電位一般都是在這個洗手紋下方的 然後這邊的等電位之前我來驗的時候 我看這邊螺絲是沒有打的 我就摳了一下 一摳下來之後裡面是沒有等電位的 什麼位啊 等電位就是 等電位啊 防止漏電的 就是如果家裡面沒有 叫等電位啊 防止漏電的 對 對 它沒有做到是吧 它應該是有了 但是已經被貼裝給貼起來 已經看不到了 所以我們檢查不到它有沒有把這個 等電位跟那個 等電位連起來 就是如果漏電的話 是HASA那邊有漏電嘛 然後這邊連起來的話 就不會讓人觸電 哦 這樣的原來 嗯 還有那個膠圈那裡 都好像裂開了 是不是 這個小問題 這個小問題 這個到時候扣起來就可以了 哦 它是散開的 對 真的很多空腿 然後油漆的話 就 細節的方面它是做得沒有太好 就是整體的話 看 面前還是挺好的 是 然後你要去看到底部的話 這邊的油漆就做得不怎麼好 嗯 嗯 就是在人不注意的地方 它的細節沒有做好 做得比較粗糙 是的 我覺得油漆是粗糙了一點 平手都沒有好 然後門窗的話都是沒什麼問題的 做得還是挺好的 嗯嗯嗯嗯 好 我想問一下呢 我們會否認那些空腿委屋 有沒有做樓特方關 是的 我們到時候會試一下電 我們會試電 因為這次過來是沒有電的 如果我們正常來說是有臨時電的 我們有些儀器可以插在上面 會檢視它有沒有落電 或者缺線之類的 那我們說完 那些牆 油漆 油漆不是那麼好 門窗沒問題 是 地板就刮花 那主人房 我看過主人房呢 除了油漆 正如阿神哥剛才說 都是一般搬 油漆就 而且地板也有點刮花 嗯 對 裝修的時候應該是沒有做好保護 然後拖拉東西的時候 滑印比較明顯 是啊 對 這個要是到時候打拉 如果蓋不掉的話 這個木地板也是換掉 嗯 要它們磨一下 清潔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去掉 木地板打拉這些都可以的 試一下 那我覺得它 正常來說 它是不是應該是做了寶傑 先叫你們驗樓的 一般做普通的寶傑 先叫你們驗樓的 如果是它們像這些新樓盤的話 通常來說都會 好像這樣 其實它們現在已經是開了房 叫做 是 做了開了房 算比較乾淨 算比較乾淨 如果正常來說 我們驗完房之後有問題的話 它們會做出整改 整改之後 我們這邊會向物業提出 叫它們再搞一次衛生 對 因為我覺得這些問題就是 它們保護得 對 前期保護得不太好 對 那就是 油漆 我看到 窗門反而沒有什麼 玻璃也沒有怎麼刮花 沒有什麼刮痕 這個保護當然挺好的 然後外面的房間 水膠都打得比較飽滿 嗯 是油漆 好 那我們看看其他房間 這裏也是 又是油漆 最主要都是油漆 對 這房間也有很多東西 算是粗糙 對 手工有少少差 還有 也有些沙眼 對 ok 那 客廳呢 客廳最主要 也是油漆問題 對 對 一些磕磕磕的 有些有裂紋 嗯 開裂啊 有些小裂紋 要仔細看 要手電筒看 陽台漏水可不可以 沒有水喔 是喔 沒有水 所以我們把這個 防湊心拿下來看了一下 然後裡面有沒有 髒東西 然後看一下沒什麼問題 有沒有塞機啊 有沒有塞機啊 沒有 ok 他這個下水做的還是挺好的 管口都對上了 ok 這玻璃啊 那些也算幾好 我覺得這玻璃 對 沒有辦法 對 他這個門窗還是挺好的 對 我覺得他的玻璃算是挺好的 推都挺好推的 他的玻璃 那門口這個 什麼呢 那個叫做 鞋櫃 鞋櫃 嗯 它這裡的櫃子還是挺好的 免氣板 免氣板 或者還挺舒服的 對 做得挺好的 然後這邊呢 這個洗帶盆的話 這個是要換掉的 因為它已經變形了 已經變形了 對 這裡已經鼓起來了 這個就不用了 它這個跟天花已經擋起來了 嗯嗯嗯嗯 如果要搞的話 這裡的天花都要拆掉 所以比較麻煩 ok ok 那我們今天呢 就初次驗樓就看完了 阿神哥 那在你的專業角度來講呢 我們對這間房呢 來個總結了 那我看呢 因為現在那些水電呢 沒開通啊 有些需要用水電驗的地方 我們就看不到了 那總結來講呢 你覺得這套房的問題 最大在哪裡呢 最大的一個就是 衛生間的空骨問題 一定要修復的 然後還有一個主人房的木地板 如果到時候打蠟 修復了之後 沒有很明顯的遮蓋的話 還是要把木地板給換掉 嗯嗯嗯 然後油漆的話嘛 要把那些細節的地方做好一點 然後這些的衛生間 看得到的還挺好的 就是一些磕磕角角 要修復一下 嗯嗯嗯嗯 那其實我覺得 如果聽你這樣講 和我自己剛才拍攝的時候 都繞了一個圈 我就覺得 那這間房子的玻璃 是真的挺好的 就是 我現在有時候 有些小規不多不少都有 譬如 有些小花痕啊 對 都有小小的 那這間房子來說 玻璃就算挺好的了 那些門啊 那些都沒什麼大問題 嗯嗯嗯嗯 但是聽你這樣講 如果空管那麼多 油漆那麼多 真的可能上班都要一段時間 對 那一般呢 我們要求發展商幾多天 要搞定這些事情呢 那這個情況的話 整體來說 大概要從開工開始做的話 整一個月左右 是 但是你要提開發展商的情況 是啦 因為我記得我之前買樓的時候 都是這些時間收樓的 但是12月未 一月頭收樓的 那我記得呢 那時候呢 就是 開發商都說了 因為工人呢 要陸陸陸陸陸要回家 那可能這段時間收樓的 就是那個叫做 整改呢 可能真的會長一點 差一點 會比較慢一點 那其實呢 今天我們這個 看完 萬可城市之江 這套房之後呢 那麼我們 麻煩了我們的管家環同事 繼續跟進啦 還有神哥呢 接下來呢 就來驗第二次 是不是 就是開通水電的時候 再來驗第二次 那如果各位觀眾 想是參加我們的 收樓和驗樓服務呢 可以隨時聯絡我啦 我的電話是 97980746 97980746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下集再見 拜拜